协议再起话题 斟酌在十年当中 是不是去洽签两岸和平协议 就等什么时候把两岸和平协议抛出来 幕僚两派意见还没整合 马总统亲自拍板 要在黄金十年压轴场丢出震撼蛋 没有社会普遍信赖的总统 要去推动一个高度争议性的议题 而且是在十年的时间结构里面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在蔡英文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之后 总统老被追问认不认同 不愿在文字上转圈圈 决定创造两岸议题的新火花 一面跟蔡英文明显区隔 一面要把宋楚瑜边缘化 直到议题太敏感 金普通访美接受专访时 就先露口风测试国内反应 再由总统高度亲自宣布 绿营立刻跳脚 这岂不是宣告统一起动了吗 但绿营还是执意和平协议并非条约 在国际法上属于低层次协议并非代表国与国 何况大陆签订和平协议也并非和平保证 1951年4月 1951年北京与西藏签订17点和平协议 但后来共军进入西藏血腥屠杀 1979年大陆越南签订和平协议 隔天就爆发中越战争 总统宣称要让和平制度化 能不能创造新的历史还不一定 但选前倒数总统要区隔蓝绿两岸论述 也要确立总统大选的主战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